调皮小孩私闯鹰宅 一夜之间竟变成了秃子 父母们很是恐慌 纷纷找村长求助 村长是村里有名的半仙 一眼就看出来这不是人干的 因为这叫鬼剃头 快说你们是不是惹了什么火 李中平从小就胆小 被吓得嗷嗷哭了起来 老老实实跟村长说了私闯鹰宅的事 昨天他早早地写完作业就去找牛大胆和狗当完 两人见李中平胆小怕事就想着吓唬吓唬他 于是带着李中平一路来到一个废弃的房子 据说这是以前地主家的房子 后来跑了留下空空的房子 据说房子里还死了好几个姨太太 李中平知道里面有脏东西 就劝说他们不要进去 可牛大胆是真大胆 笑呵呵的说不脏不闹鬼我还不进去呢 接着就和狗蛋推开大门走了进去 只见院里破旧不堪杂草丛生 给人就是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李中平怕他们以后不跟他玩了 硬着头皮也跟了进去 可等三人来到大厅时 一股恶臭就顿时扑鼻而来 房子里到处都是破锅烂瓦 突然牛大胆熬的叫了一嗓子 吓得几个人浑身发抖 牛大胆指了指面前的东西 黑乎乎的像是人头的样子 五官收紧的更是像一块腊肉 三人不明白地主家挂这东西干什么 牛大胆也真是能作妖 说要把那玩意烧了 李中平想拦着可根本没人听他的 还说他胆小 接着牛大胆拿出一根火柴就点燃了头发 燃烧的头发霹里啪啦的做起来 同时还散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三人见火越烧越旺也有些怕了 相互推散的就跑了出去 可李中平跑得最慢 恍惚中他好像听到了那个人头在火中哀嚎 于是就回头瞅了一眼 结果就见那颗人头睁开眼睛狠狠地盯着他们 晚上回家后他也不敢告诉父母 吃了晚饭就早早地睡觉了 谁知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就发现枕头上有一柳一柳的头发 坐起来才发现头上一根毛都没有了 父母听到尖叫声就赶忙进屋看看怎么回事 没想到李中平的脑瓜发亮发亮的 眼前的一幕父母也被吓得不知所措 村长在得知了来龙去脉后 拍了拍桌子就让李中平带他去看看 村民们跟着村长来到地主家 可村长看到死人头时也是吓了一身冷汗 但他好像知道这个脑袋的来历 为什么还有这个东西 村民很少看到村长惊恐的样子 就问他这是什么 村长想了想说 这个东西叫做窄骨 就是会有钱人用巫术杀人时 会封印人的身体把头关在屋里 然后以此来奴役死者守家护院 李中平的妈妈听村长说的这么邪门 哭着求村长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孩子 村长犹豫了 随即就让大家先去院子里 村民被赶出去后也不知村长在里面做什么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村长出来了 他点了几个没有狗头护体的人 让他们去后院的库井里 把窄骨的尸体挖出来 几人带着家伙来到后院 这里确实有一口孤井 而他们也很快就下到了井底 里面都是杂草 在往下挖了有半米多生后 果然里面埋着东西 一口大缸 可村长站在井口喊道 无论挖到什么东西都掉上来 然后几人便合力将挖出来的大缸拉了上去 村民们聚集在大缸周围 都想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也不知道这大缸埋了多少年 上面还有红笔画的符咒 随即村长下令打开缸盖 刹那间一股恶臭扑面而来 只见缸里装满了不明液体 里面还泡着一具无头尸体 村长立马突然找来棺材 将尸体和死人头放一起 当天就下葬了 在这之后孩子们就长了新头发 却好像认识这个无头尸 甚至还为他立了背 上面写着送人头之墓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 自己朝夕相处的玩伴竟不是人 你会怎么做 故事的主角就是我老家的邻居李中平 我们通常都不会和他玩 因为他身上总有一种奇怪的味道 但他总会跟在我们的后面 想跟我们一块玩 可我们都受不了他身上的气味 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跟他玩的 也许是他家里的条件也不太好 看上去不仅有些营养不良 还穿得很破烂 因为他家就住在我家的旁边 家里还是坐着扎纸人的营兽 所以我们不和他玩 也有这样一个原因 而且他家里到处都摆着各种纸人芝麻 看着就很是诡异甚人 甚至他家门口一年四季 都摆着一个花圈用来招揽生意 但令人讨厌的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妈妈 因为那是农村几乎每家都会养些鸡和猪 也难免会有病死的 有了病死的家畜 都会扔到江边的垃圾堆 李中平他妈妈看到有人扔掉病死的家畜 就会被回家去收拾收拾吃掉 我们都猜想李中平可能就是吃太多病死的家畜 身上才会有一种怪味 他妈妈也很少和村里人来往 因为性情古怪 他家的杂质生意也不是很好 每次看到他妈妈我们都会躲闪 也说不出来为什么会害怕他 有那么一次 我从阿狗家玩累了正一个人往家走 可回家是要从李中平的家门前经过 那一次当我经过他家门前时 却听到他家院子里有嘻嘻哈哈的玩闹声 如果是别人家我可能不会在意 但李中平家却不同 因为我从没见过有谁去他家玩过 所以他家院子里传出的玩闹声 就让我越听越好奇 就想过去看个究竟 于是我就捏手捏脚地走到他家大门前 侧着耳朵贴在大门上去听院子里的动静 结果就听见院子里除了李中平的声音以外 还有一个女孩的声音 这就更多起了我的好奇心了 便鼓起勇气打算把门推开一条缝 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去他家玩 我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 斜着眼睛就往院子里瞅 可能是偷偷摸摸的关系 我只感觉心跳加速 但因为门缝不是特别的大 所以我只能看到院子里的一部分 看得出李中平是和那女孩在顽皮球 显得很是开心 我几乎就没见过她那么开心的笑话 但奇怪的是 无论我怎么变换角度 都没有看到那个女孩的样子 这越是看不到我就越是心急 谁知就在我正全身贯注看的时候 突然一只手就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这突如其来的拍打差点把我的魂都给吓飞了 回头一看竟是李中平的妈妈 她瞪着眼睛就冲我大声地喊叫着 而我原本就怕她 被她这么一喊吓得我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她以为我是要上她家偷东西 而我也不敢跟她辩解 趁她不注意就连忙起身跑开了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着救命 那一晚甚至我做梦都是那老李婆子在追我 第二天放学我就把这是跟阿狗说了 可她竟然笑话我胆子小 而我也不想就这么算了 于是跟阿狗约定吃了晚饭后 一起到李中平家的外面盯哨 看看到底是哪个女孩在和她玩 随后也没等阿狗表态 我就静止地回了家 回到家后我草草吃了点饭就再次跑到李中平家门口 躲在她家对面的房角处盯着她家 一直盯了两个小时阿狗才来 而我盯梢的这两个小时里 也没看见有人走进李中平的家 谁知我正和阿狗说着话时 李中平家的院子里又传来了玩闹声 于是我忙让阿狗听听是不是院子里有一个女孩的声音 而阿狗也听清了 院子里确实是有一个女孩在和李中平一起玩 貌似两个人玩得还很开心 阿狗就提议说要过去看一看院子里的女孩到底是谁 可我没同意 因为我怕像昨天一样被老李婆子发现了 于是我们便一直猫在墙角等到了天黑 就在这时 突然这样一声门终于开了 我连忙探出脑袋去看 结果就见一个瞄着红脸蛋的女孩从李中平家走出来 那女孩我们并不认识 也不是我们村的 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家来串门的 于是为了看个究竟 我们就一直尾随跟在她的身后 我和阿狗跟着她很快就出了村子 而此时天也已经黑下来了 阿狗有些害怕就不想再跟 可我没理她 而是一直跟在那女孩后面 我知道天黑了又出了村 阿狗是没胆量一个人回村的 只能跟我一起继续跟着那女孩 正想着阿狗突然伸手往前 一直说那女孩进了树林 我一看果然那女孩离开了公路 朝着路边的一处树林走了进去 见状我拉着阿狗也往树林里跑 就怕跟丢了白丹屋一晚上的时间 可等我们跑进树林后 却发现那女孩已经不见了踪影 当我正要寻找时 眼前的景象却吓得我一下撞到了阿狗身上 阿狗也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声音发颤的就问我怎么了 但随即就看清了这周围 竟是一处乱葬岗 原来我们跟着那女孩居然跑进了坟地里 阿狗带着哭腔的说要回家 哪知就在我们要转身往回走的时候 身后却突然撞到了一个东西 我猛的回头看去 这一看更是吓得我两腿发热 原来不知何时一个指人 竟摆在了我们身后 然而我们来的时候 却并没有看到有指人 阿狗安慰说那指人可能是被风刮过来的 可那晚却根本就没有风 文言阿狗吓得都要哭了 扭头就往家跑 我一个人也不敢逗留 跟着阿狗就跑出了坟地 可跑出坟地时 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指人 结果怎么看都觉得像是 从李中平家走出来的那个女孩 而经过这几次的惊吓 我也再没了勇气 去弄明白到底是谁在陪李中平玩了 只是每次经过他家时 还是能听到院子里面传来的玩闹声 大爷见女子可怜 便给他买来了馒头和鸡蛋 不曾想却因此救了自己一命 原来大爷是个环卫工人 鬼节这天等他打扫完自己的区域后 已经天黑了 可回家在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 路边的一个黑影引起了他的主意 他定睛一看差点没把自己吓死 只见那是一个劈头散发的女人 正蹲在稍过的指挥里捡着供挺尸 于是他便开口对着女子说道 鬼女 别吃地上的东西了 多脏了 女子听到声音后 猛地就把头转了过来 大爷看见女子的相貌后 也是吓了一跳 因为根本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这次女子突然站起身 就朝着大爷嗷嗷地叫了起来 大爷见状有些明白了过来 这个女人怕是个疯子 于是他也不打算再管了 骑上三轮车就离开了路口 大爷人是走了 可心里还是放不下女人 突然他想到自己的包里 还装着晚上要吃的馒头和茶叶蛋 于是他便把车子掉头 又朝那个路口骑了回去 但回来后却发现女子竟然不见了 大爷实在想不明白 也就一两分钟的事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 难道是自己遇到鬼了 心里虽这么想 但他还是大声地吆喝了起来 闺女你去哪里了 别害怕 大爷不是坏人 给你送点吃的 可喊了半天女人也没有出来 于是他便把吃的 放在了一旁的马路牙子上 心想不管他是疯子还是鬼 总得让闺女吃个饱饭吧 就在大爷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发现前面的路段出事了 那是一场很大的车祸 好几辆汽车撞在了一起 现场有许多人都受了伤 而且车子还在冒着黑烟 大爷怕汽车发生爆炸 连忙上前把伤者转移 到了离车子远一点的地方 接连转移几个人后 才听见了后面传来的警惕声 交警来了以后 就把所有人都撤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后又叫了救护车 现场这才逐渐稳定下来 大爷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而且浑身上下还沾满了泥土和血子 因为把饭送给了女人 大爷只能啃起了馒头 可吃着吃着 大爷就猛地打了个冷战 原来是大爷想起了疯女人的出现时间 要不是那个时候回去给她送饭 算算时间自己那不是正好 在那车祸的路段吗 要是自己当时在那么大的车祸现场 自己怎么可能还有命啊 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 想到这里 大爷吃完饭后买了些黄纸 又去那个十字路口给烧了 我被关进了人人羡慕的监狱 这里不仅有私人定制的高级卫浴 而且还有娱乐消遣的大型影院 如果无聊了还可以到健身中心锻炼身体 可以说这所监狱简直就是人见天堂 但是自从我进来之后就失去了所有记忆 而且发现只要师徒想逃离这个地方的人 都会被监控警告三次 如果三次过后还不听话 就会被监控强制抹除 从而变成空气彻底的消失不见 还有就是在这里千万不能感冒发烧 因为一旦被监控发现同样也会被抹除 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根本就没人知道 我原本以为这里是个天堂 没想到却是杀人不留骨头的人间炼狱 如果再这么安逸下去 可能下一个被抹除的就是我 可是这该死的地方到处都是监控 连个死角缝隙都没有 我本想回到睡眠仓里好好想一个逃脱的方法 可刚进去就看到一个奇怪的装置打了开来 下一秒里面竟然掉出来了一个大活人 这给我吓得一下就钻了出来 之后才明白原来是我搞错了床位 而这个光头也是一个新来的成员 当我再次看向刚才的洞口时 却发现已经消失不见了 但是我记得那个洞打开的时间好像挺长的 如果能找到下一个新人来的出口 也许就有机会能趁机逃出去了 可之后我发现想要实行起来太难了 因为空床位有好多个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在哪位置传出新人 而且要是一直化站着空床位 也会被监控提示警告 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天 我依然还是没有找到下手的时机 更加要命的是我竟然也得了感冒 为了尽快逃离这该死的地方 我开始没日没夜的观察空床位 就在我惊呼绝望的时候 事情却迎来了转机 终于让我等到了洞口打开的时机 在等里面的新人被传出来后 我就毫不犹豫地钻进了洞口 谁知我刚爬出去 一点点就被一个胖子给抓住了 原来这小子是管理人员安排的眼线 专门盯着试图逃跑的人 就在我以为就这样完蛋了的时候 只听咔嚓一声出口竟然关了起来 看到死胖子没了呼吸后 我也就静止地朝着出口爬了过去 然而等我出去后却发现 原来这里竟是一个加工罐头的工厂 来不及多想的我顺着逃生通道跑了出去 幸运的是刚跑出去 我就遇到了巡逻的警员 给我跑到近前一看 发现他们竟是两条警犬 而且大马路上的也全是动物 根本就没有人 后来我才在警犬口中得知 原来我逃出来的地方名叫人肉加工厂 果葬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也许是习以为常啊 可老一辈的人却一直对火葬的事耿耿于怀 担心肉身损坏会对轮回转世有影响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村上的一户信里的人家家里 老李家有三个兄弟 那年年近八十的老父亲眼看就要宴起了 于是兄弟三人就围在父亲身边等着老爷子留下一言 而老爷子除了交代玩家产的分配后 还特地地叮嘱兄弟三人 算命的说我是牧命 不能火化 否则将勇士不能超伤 你们一定要把我吐葬 话音刚握老爷子就两腿一蹬架喝戏去了 兄弟三人在哀伤难过之余 便开始张罗起了老父亲的丧事 可那是国家实施火化政策 这比老汉想要吐葬可没那么容易 为了这事 李家三兄弟还特地找了村长来帮忙 可国家政策卡得紧 村长也不敢有什么动作 就怕为了这事把自己的饭碗给丢了 李家三兄弟没办法 只能按照国家政策把老爷子送去火化了 火化完之后三兄弟又按照农村的习俗 在祖地选了块风水宝地把老爷子给葬了 可就在老爷子下葬的三天后 村里竟然莫名起了一场大火 而被烧的正是李老大家 那火是很大 等扑灭后就只剩下残存的房价了 而李老大也被烧死在了屋里 当时有很多村民都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且李老大的尸体也已经被烧成了焦炭 看得让人直起鸡皮疙瘩 村民们都觉得这老李家真是倒霉 这老的刚死又死了小的 可当时谁也没往别处想 只以为是家里的意外导致 谁料就在李老大死后的一周 村子里又起了一场大火 而着火的正是李老二家 老老少少街坊邻居全都提着桶帮忙灭火 可奈何火是太大 等扑灭之后房子都已经被烧成了架子 李老二的媳妇燕子侥幸逃了出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惊吓的缘故 嘴里就一直念叨这是老爷子回来放的火 他说半夜看见李老二突然从床上坐起来 而且怎么叫他都不应 两只眼睛还翻着白眼 他赶忙起身想看看李老二是不是不舒服 可刚把手搭到李老二的身上就被他一把甩开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不孝子之类的话 随后李老二就跳到桌子前 拿起打火机就对着窗帘开始点火 燕子冲上前想要躲下打火机 不想却被李老二狠狠地推到了一旁 嘴里还一直说着要烧死这个不孝子 很快家里依然的东西都被李老二点了个遍 看着那越窜越高的火苗 燕子吓得一转身就跑到了门口 可他前脚刚出门 下一秒火苗就从门里窜了出来 燕子从火海中逃出来后本能地回头看了一眼李老二 结果就见烈焰之内李老二正被一个人抓着 而那个人怎么看都像是早已死去的老爷子 李家的老三知道消息后顿时就不淡定了 因为他知道这是死去的老爷子对他们的报复 而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为了让李老三能够逃过一劫 夫妻俩请了一位看事的先生来帮忙 那先生说老爷子是因为一愿未完成 一口怨气变成了鬼 虽然按理说虎毒不四字 可鬼不一样 他分不清好坏 就只有一口怨气 李老三夫妇二人听后大惊失色 求着先生给想个解救的法子 那先生收了钱 就给李老三画了几张符让他贴身带着 说是能帮他绑过去 可一个月后李老三还是出事了 当时他出了一场车火 诡异的是车子立马就燃起了大火 于是昏迷的李老三就被活活烧死在了车里 就这样 短短半年不到李家父子四个全都死了 而且全都是死在了火里 女孩的妈妈去世一个多星期了 可女孩却说妈妈每天都会给他们做饭 这就是震惊当时的香港拉肉饭事件 事情诡异程度可能超出你的认知 建议艾特你的好友一起观看 故事发生在1992年的香港九龙寨 当时那里生活环境特别差 城寨中常年弥漫着难闻的气味 在内住久了的人们也习以为常了 但其中一栋大厦四楼的住户 却被另一种更难闻的气味所困扰 一连多日都有臭味从楼层内传出 而且是一天比一天臭 他们发现那臭味的来源是四楼的一个住户 有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儿住在那里 但是邻居已经很多天没见他们出过门了 后来邻居们报了警 警方赶到现场后 也闻到了强烈的腐臭味 警方赶忙上前敲门 结果走向前去却发现门是开着的 打开门之后一旁的警员就直接被这臭味熏脱了 这味道很像尸体的腐臭 警员预感屋内可能死了人 立马就绷紧神经进了屋 可进去后却发现屋里只有两个小女孩 警员便问他们父母有没有在家 正在写作业的女孩说妈妈这回在休息 于是警员就让小女孩把他妈妈叫出来 处理一下屋子里的臭味 可小女孩却说他妈妈煮饭累了 不想打搅他 这时他们才闻到臭味中还混有米饭的香味 一旁的桌子上正放着一碗刚出锅的腊肉饭 警员见状就打算进屋 跟他妈妈说一下邻居投诉的事情 他推开卧室门 发现的确有个女人躺在床上 于是警员就站在门口跟他说明了来意 可等他说完床上的女人也没有什么反应 警员就又往前走了几步 轻声跟女人打了一下招呼 但很快他就发现了有点不对劲 地板上的拖鞋上面有很脏的水 而且床上也有 臭味好像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 于是警员又叫了几声 可还是没有回应 随后他便强忍着恶心 伸手想拍拍那女人的肩膀 结果眼前的一幕却差点把他吓得原地升天 这女人竟然早就死了 身体肿胀已经开始腐烂 于是警员赶紧呼叫曾源 后来经过法医检验 这女人的死亡已经超过了一周 那两个小女孩就这样跟尸体待了一个多星期 奇怪的是 她们却始终坚称妈妈并没有死 还说每天都会起床煮饭给她们吃 看着厨房里的痕迹 警方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一切 因为那两个小女孩 根本就做不出这么正宗的腊肉饭 男人盖房子时和工人吵了几句 没想到房子盖好后 家业就逐渐衰败 先是不小心崴了脚变成瘸子 后来生了三个孩子也都是瘸子 为了给孩子治疗腿 他散尽了万贯家财 最后妻子也跟他离了婚 为了生活只能将房子改成了宾馆 可以只能勉强让一家人混个温饱 那天晚上 我跟李中平外出探险 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雨 只好找地方先住一晚上 就这样 我俩恰巧住进了男人所开的宾馆 老板是个瘸子 更奇怪的是他的孩子也是个瘸子 后来在与老板的一番交谈后得知 老板的腿是在房子建好后没多久处的毛病 然后生了三个儿子也都是瘸的 李中平在屋里打量了一番 好像发现了什么 然后他拿出罗盘在屋中一阵转悠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而他手中的罗盘也在此刻疯狂转着 没意会 李中平就停了下来 低头看着脚下说 这房子被人动过手脚 地底下应该有东西 李中平问老板盖房子的时候 是不是跟工人闹过什么不愉快 老板说还真有 那会因为一点小时跟一个木工吵过家 当时那木工恶狠狠地瞅着他 好像有多大仇恨似的 李中平让老板找来一把稿头 我对着地面就是框框一顿刨 果然没过多久就刨出了一个木头盒子 李中平说 这盒子李庄的想必就是那木工给老板下的验声之术 打开盒子后 里面有四个木头小人 只是那几个木头小人的土都是断的 见到这一幕想必大家都明白 没想到会有这么恶毒的人 因为几句话害了老板一家 他恳求李中平一定要帮忙破解 自己决就算了 可三个儿子将来还有大好前程 李中平说 这种术法破除很容易 只是破除之后下周之人也必将会被反噬 老板叹了口气说道 那个木工早在几年前就住车祸死了 果然 能做出这种事的都没有善终 李中平说只要用镜子戴在上面就行了 还说留下黑色狗头的也能保平安 他让老板拿来一面镜子 将镜子反扣在盒子上 又用四枚铜钱压住镜子的四角 让老板第二天把地面恢复原样 这样便是破除了 李中平说 不出一年他们的腿就能恢复 做完这一切后 老板也是松了一口气 对着李中平就是千恩万谢 不但免了我们房钱 还要给李中平介绍女朋友 你们听说过震惊全国的北京330公交车 灵异事件吗 三个穿着清朝十七服饰的人 坐上了晚上十点半的330路公交车 最后却在200多公里外的水库里找到 诡异的是邮箱里还装的竟然都是人血 事情诡异程度可能超出你的认知 建议爱特你的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发生在95年北京市 11月14日晚上十点左右 一辆330路公交车从圆明园车站路过 这时司机和售票员正随意的在车上聊天 由于是末班车 车上的乘客很少 只有一对年轻夫妻坐在司机后面的双人座上 还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太太坐在靠近车门的位置 此时司机突然大喊了一句 原来是有三个人站在马路上乱车 差点就给撞上了 那三人穿着清朝的服饰 司机一脚急沙停下来后 三名诡异的人就缓缓上了车 旁边两人是穿着清朝的官服 中间那个穿着白袍的则被两人架着 但根本看不清面吗 三人上车后就静止朝着最后一排走去 看着他们阴气森森还穿着这样的衣服 大伙都感觉有些害怕 因为从那三个人上车后 车里的温度都降了下来 售票员看到这个情况就赶紧说道 可能是拍戏的人 大概喝醉了 别当回事 大家一听也觉得有道理 心也就慢慢地放下来 等过了两站 那对年轻的夫妻下车后 车上就只剩下那个小伙和身后的老太太 老太太总感觉后面三人有问题 就不时地回头看去 可那三人不动弹 更没有一点声音 老太太越看越觉得害怕 忽然 她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 然后一把掐住前面小伙的脖子 大叫着说她偷了自己的钱包 可小伙子哪里肯认 于是便正开了老太太的纠缠 哪知老太婆却不依不容 死活说她的钱被小伙子偷了 说完抓起她的手就吵着下车要去公安局 这种是公交公司最不愿意管了 于是司机就把两人放在了路边 拉着剩下的那三个诡异乘客开走了 而下车后的老太太这才回头说道 那三个人都是鬼 因为刚刚风吹起他们的袍子 使她压根没见着腿 说完就让小伙赶快报警 最后 警察在距离终点站200多公里的密云水库 发现了失踪的330公交车 并且打捞上来了五具尸体 其中两具是司机和售票员的 而另外三具就是那三个穿着古装的乘客 诡异的是 那三具尸体已经高度腐烂 明显死了很久 并且据公交公司的分析 车上的油根本不够开到200多公里外的密云水库 可不料在警察打开油箱后 竟发现里面装的全是人血 而到密云水库公路上的监控录像 也没有这辆公交车的行驶纪律 这件事到最后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渐渐的就成了北京市名潭之色变的灵异事件了